今天这一集应该是你们很想知道的 鸿蒙OS特辑 右手就是P50 Pro 鸿蒙OS 2.0 左手就是P30 Pro EMUI 11 到底它们两个之间的不同点在哪里 这里我就快速简单直接的告诉你们 首先先看开机画面 OK 你可以看到下面哦 它这边有一个Power by Android的字眼 OK 接下来就是鸿蒙OS 看到吗 一个大眼睛圆圆的Harmony OS 它整个那个Animation是很流畅的 其实鸿蒙OS整个UI界面最大改变就是控制中心 EMUI 11的是右边拉下来 控制中心加Notification是一起的 鸿蒙的话就是左边拉下来是Notification 右边拉下来是控制中心 好好的区分开来了 Guys 重点在这边 控制中心拉下来之后 这边这个超级终端就是鸿蒙OS的精髓所在 它可以自动查找到附近的Huawei devices 比如说耳机 电脑 平板 甚至是电视机 See 我一拿出我的Mapad 11 它就detect到它了 这时候只要我拖着它移去中间 就代表connect到它 我在手机看这个戏 就continue在平板了咯 那如果是耳机的话也是一样 找到FreeBuds Pro跟FreeBuds Lipstick了咯 拉过去 connect 拉开 disconnect 托另外一个过去 另外一个耳机就connect了 有没有很音吧 超快速连接 而且哦 动画是Magnet 实习式的很cute 这个功能想要表达就是 就是鸿蒙OS的让万物互联这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未来华为电子产品都可以互相连接 你只需要一部手机一根手指 就可以无缝connect OK 接下来就是左上角的这个音乐模块 它变得很整齐了 以前EMUI11听歌的时候 如果我开很多个听歌app 拉下来就是这样 1 2 3 杂乱 但是鸿蒙OS的话 全部就收在这一边 你点下去 你要听哪一个就按哪一个 无缝接溃 另外我还发现 系统的bar都变出了哦 出的肯定比系的好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 但其实它就是鸿蒙OS的一个 preview app的新功能 你看有些app的下面有一条白色的underline 比如说时钟 你往上滑 直接可以看到时间的 点天气往上滑 直接看到温度 gallery往上滑 直接看到照片 长按你还可以点服务卡片 然后就可以选大中小三个size 变成short card key你放在桌面 日历还有四个size 月历啊年历啊所有more pattern都有 这样下一次哦 你可以直接看到内容 你不用再点进去app了 还有我上次讲过了的 把文件夹变大 一样不用点进去 直接开app 这个新功能哦 对于喜欢拍视频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让万物互联 你只需要一部鸿蒙手机哦 你就可以控制完全场的华为设备 无论是手机啊平板啊电视机 甚至是未来的无人机 每个设备的镜头都可以一个button 任意给你调动实现了多角度的拍摄 以前如果要做到多角度拍摄一定是需要很多人 但是鸿蒙哦只需要把拍摄手机放在不同的地方 通过一台主机去control它就可以了 简单来讲哦 就是手机AC可以control到手机BCD的这个镜头 这个就是鸿蒙的一大特性 全场景分布式 我现在是demo不到啦 因为我只有一台的鸿蒙手机嘛 但是它是确确实实办得到的 好说 结束之前解答所有人都想要知道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升机去鸿蒙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我目前哦 马来西亚就只有一款华为手机是可以升到不了 就是华为nova9 所以如果你手上是有华为nova9的话 你可以准备升到 怎样做呢?很简单 打开卖华为APP 把地区换去香港 因为现在哦只有香港开放了体验版本 然后你按support 再点update 检查更新就找到了 总结来讲哦 其实现阶段鸿蒙跟EMUI 感受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你可以从一些功能设计和构式上面看出 鸿蒙在软件硬件慢慢不停的升机 未来它会慢慢的跟EMUI拉开一段距离 当时有鸿蒙OS的设备连在一起的时候 将成为一个超级终端 这个超级终端里面哦 人、设备和场景就会融在一起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生活 反正未来鸿蒙OS会怎样我是不懂啦 现在就是它们的开始 我是可能下次再见 拜拜